你们总说我最近又不玩假水了 今儿就来个重口味的 好家伙 就连假水现在都出了老北京豆汁味 这里还有早餐老三样 赶紧赶紧 我可太好奇它到底是啥味了 哎 居然没有可怕的怪味 还有点奶香味 这个手感好像在戳肉肉的果冻 同时还带有咚咚的感觉 很像我以前玩过的豆浆和馒头泥的结合 质感特别厚实 这样扒了真的很像一块肉肉 呃 这样闻着确实有一点臭 好神奇 明明泥的本身都没有这个味道 搭出来的泡泡不容易破 还有点磨砂的质感 好家伙香臭香臭的 这块泥搭不出特别大的泡泡 但是又总能搭出多层的 也不容易破 而且越玩味道越大 拿在手上抓也可解压了 感觉我的爪子都要被咽入味了 给你们一个插大号的大大泡泡糖 这块泥咋说呢 总结一下就是挺神奇的 人家的泥都是越玩味道越小 这个是味道越来越大 质感也很神奇 结合了泡泡糖肉肉豆浆馒馒头泥的所有特点 明天来挑战更神奇的飞鱼罐头泥 别忘了来看哦